男孩意外得知邻居们都是妖怪 本以为爸爸是个人 却没想到连他自己都不是人 男孩叫顾白 是个穷困潦倒的美术生 却意外住进了高档公寓 这都多亏他那隔三差五就失踪的爹 竟给他送来了一个天降大礼包 可小白刚进公寓就看到了付费画面 并竟一看发现还是两个大明星 正当他激动于能跟明星做邻居的时候 背后的房门突然打开 一位霸总闪亮登场 帅气的外表下透露着强大的威亚 两位顶流明星早就逃回了房间 只留下小白一人在原地瑟瑟发动 霸总上下打量着小白 新来的 我是666号的新住口 我叫小白 可霸总半天没有回应 小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只觉得他看起来好凶啊 霸总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从他面前走过 可霸总突然回头叮嘱 小崽子赶紧回屋 接下来的行为哨而不已 小白撒腿就跑了 回屋后赶紧锁好了房门 可下一秒就听见房门被揣开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一阵疯狂输出 小白的CPU都要烧干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都说高级公寓治安很好的吗 这栋公寓也太奇怪了吧 要不要打110 然而小白不知道更奇怪的是 这栋公寓住的全是妖 可刚缓过声 就听到有人敲门 下一秒隐蔽 翟良俊就顶着包子脸出现在了很好 刚才是你抱的警官 有警察找到我那里去了 我以为你和黄女士 还没等小白说完 翟良俊就打断了他 我们这里住着的身份都不一般 真有事情我们内部协调 不需要惊动别人 小白意识到像翟先生这样的大明星 的确很容易闹上新闻头条 自己差点给人家惹了大麻烦 小白赶紧向对方道歉 翟良俊看着满脸诚意的小白 心想这是谁家的仔 怎么这么可爱 八百年没见过这么乖巧可爱 听话号捏的小妖怪 于是立刻捏了捏小白的脸 小白 你会不会做饭呀 小白抬头一愣 条件反噬地回答会 于是下一秒翟良俊就点起了菜 我想吃鸡 这对从小没妈的小白来说根本不是事 晚饭被翟良俊吃得惊光 临走还给小白留了纸条和零食 这可是大明星的亲笔签名 小白便将纸条和自己的美术画放在了一起 可当夜深人近时 一个身影出现 随手一挥便将纸条烧掉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小白惊慌失措地敲响了翟良俊的门 小白怎么了 这么一大早呢 翟先生 我家进贼了 但是这个贼好奇怪 什么也没头 却把你留下的签名烧了 您说这贼是不是您的黑粉 找错了门台 翟良俊仔细端向着残留的碎片 叹了口气 昨晚上不是贼了 是黄一鸣 他只要看到这种没锁门的 就会直接进去 小白三观惊悔 原来有天人串门都这么随意的 然而翟良俊却是一领气派 小白 你做早饭了吗 吃过早饭后 小白就来到了学校 继望山欺负肉 师兄抱着一袋 听都没听过的零食买是一货 还有这个也很好吃 我在来学校的地铁上就吃了半包了 师兄你尝尝 不必了 名字听起来就怪怪的 这都是你邻居送你的 他从哪里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小零食 听说是华山 顾白 你确定这个公寓和你邻居没问题 如果要说问题的话 就是感觉太便捷了 冰箱里的食材总是新鲜充足 听说是一个叫兔子家的商户专供 可是我从来没看到他们是如何给我送过 接着小白神神秘秘地告诉师兄 不过这个公寓的规矩就很奇怪 只要没锁门谁都可以进去 我觉得 可能因为大家都很有钱 也就不在意这些细节了吧 顾白 这公寓该不会是什么凶宅 有鬼或者妖怪什么的吧 小白却不以为原 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 都是人类幻想出来的 说话间 小白看到台经杂志封面的男人 竟然是他的对门 原来他叫斯一鸣 还是个金融大亨 你认识斯一鸣 小白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果告诉师兄我的邻居 不只有斯一鸣 还有翟良君黄一鸣的话 大概会吓到他吧 况且他们都是名人 暴露住所的位置也会不方便 我还是先保密吧 我只是觉得能登上 这种杂志封面的人 大概很有钱吧 虽然住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可我还是很缺钱 就有点羡慕 师兄赶紧安慰小白 你画得这么好 一定会有人赏识你的 很快就会有钱的 别气馁 我会继续努力的 可小白没想到 买家来得如此之快 回去的路上一辆轿车 停在了小白的面前 黄女士 顾白 你的画卖吧 开个价吧 小白叹叹 师兄真是神预言啊 很快小白便完成了画朵 看到画像的黄一鸣 两眼放光 一幅画就能有这么强的灵气 画者一定不是 普通的小妖怪 小白担心黄女士不满意 我真的很认真的画 只是您本身就很好看了 即便按照您的全身照定制 但还是 我实在太满意了 已经迫不及待要换上 换 换上 你说个价吧 我直接打款到你账户 小白颤颤巍巍 说出一千块可以吗 一千块零食 小白直接猛逼了 零食是什么东西 人民币可以吗 黄一鸣一愣 这到底是哪家 小白就收到了转账 一万五 小白立刻感动哭了 黄女士可真是好人啊 而此刻的黄女士 正对着镜子补衷 心情很是美丽 司一鸣从旁路过 立刻发现了异样 你换皮了 怎么样 不错吧 是不是更年轻了 可司一鸣的气压更低了 你杀人了 黄一鸣也是被吓了一条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人家可是紧跟时代 脉搏的社会主义好妖怪 是小白帮我画的了 小白 那个新来的顾白吗 司一鸣很是惊讶 顾白那个小妖怪 你画灵画 黄一鸣诚意推荐 而且收费合理 不要零食 只要人民币哦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问我要人民币的小妖怪 该不会是混在人类圈子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吧 还是他把我当成了人 男孩身为妖怪而不自知 半夜灵魂出窍跑出去玩 不明真相的 他以为自己要摔死了 所幸司一鸣及时出现 抱住了他 小白睁开眼十一脸猛逼 司先生怎么在这 司一鸣答非所问 翟良俊说你缺钱 紧接着又摸了摸小白的脑袋 踩火亮 你会发财 乖乖回去睡觉吧 说完便画作原形离开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小白从朦胧中醒来 他只以为昨晚的经历是一场梦 可梦中的神兽 与司一鸣提供的画像 实在是太小了 小白觉得灵胆爆肓 立刻将他复刻到了画部上 画作终于完成了 不知司先生会满意吗 司一鸣之所以会找小白画画 是因他需要一个帮手 小白所住的九州山海院 是神兽白则依托神州大镇 建造妖怪聚军 保护那些没有家族 难以独自抵御邪气的妖怪 除此之外 每个镇点还要有一个 属性合适的神兽手术 东方青龙 西方白虎 北方玄武 南方朱雀 以及镇守镇中的皮修司一鸣 司一鸣从黄一鸣口中 得知小白会画皮 而上古神兽总共也就那么极致 想要一个拆成两个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司一鸣为了确保此事的可靠性 还仔细查看了小白的简历 看着满满的工作经历 不禁感叹 一般妖怪都不会在 人类社会留下这么深度 顾白怎么活得 更个真正的人类似的 自幼丧母 也查不到父亲的任何信心 哪家家长这么傻缺 万一小崽子染上了 种族认知障碍的病毒呢 还不告诫小崽子 没事别出销 简直不负责任到了底点 真是不省心 此时司一鸣责任感满满 看来要好好教一教 他妖怪的生活常识了 于是司一鸣立刻找到了小白 什么话都没说 先在小白的身上嗅了嗅 独立和画皮都没来过 很好 司先生 您有事吗 你上次给我的甜点还有吗 没有了 不过我可以再做 那就做 多做点 明天早上八点之前给我 好 司先生 您可以等一下吗 您定制的画我画完了 这么快 小白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自忽然想到怎么画了 您要来看看吗 司一鸣看到画像震惊不得 没想到小白画得这么出身入画 把他挂在物业大厅守护山海院 我也就能安心出国了 画像的报酬你现在要吗 暂时不用 那等我回来吧 您这是要去哪里 提起这个问题司一鸣就头疼 有只鸟跑出国了 我要把他抓回来 最近不会在这里 小白一脸懵圈 出国抓鸟 司先生原来还有这样的副业吗 小白一听司一鸣要出国很是失落 感觉大家最近都好忙 翟先生和黄女士也不在工 司一鸣提醒小白 你乖点 晚上好好睡觉 别跑出去玩 怎么感觉司先生是把我当成小孩子 上一个跟我说这些话的 还是我爸呢 听见了吗 知道了 随即撕一鸣宠溺地摸了摸小白的头 等我回来 小白乖巧地答应着 可想要做到太难了 黄女士要出去拍一个月的戏 翟良俊要去远方疗愈受伤的心灵 就连司先生也出差了 大家都不在 小白的生活突然变得好寂寞 此时小白收到一个短信 同学聚会 这么说来 上学时太穷了 都很少参加集体活动 错过了跟同学培养感情的纪录 最近收入还不错 就去跟大家聚一聚吧 酒店里人来人往 同学们谈笑风生 只有小白显得格格不入 突然 一个女生不小心撞到桌子 饮料撒了小白一身 对不起 这衬衫多少钱 我赔你吧 不用了 没多少钱 可其他同学却阴阳怪气起来 人家顾白现在出去了 进了高教授的工作室 做的都是市集项目 谁稀罕你赔那点钱啊 看不出来啊 顾白你运气真好 大家众说纷纭 小白虽然感觉不适 但还是礼貌地笑了笑 抱歉 我去一下洗手间 小白只觉得哪怕是 现在也还是容不进大家的氛围 他还是想念邻居们了 不知道四先生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了 小白刚回到座位 就听到大家对影帝 翟良俊议论争分分 一个同学凑了过来 顾白 听说那个搞金融的 四一鸣最近出国了 小白不知道同学 为什么这么问 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机 发现翟良俊 给自己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四一鸣不在 晚上会不安全 记得十一点前 记得回家 显示已无 小白试探地问同学 你是不是看我短信了 同学丝毫不觉得愧疚 你手机放桌上 大家看到来信息了 就有些好奇 小白很是生气 我没同意 你们就看我短信了 你把手机留在桌子上 不就是故意让我们知道 你认识大明星吗 对啊 有本事把人叫过来 让我们确定你是真的厉害 再冲我们发脾气吧 这次小白是真的生气了 而此时四一鸣突然出现 市中心怎么会有 这么强的灵气 马上就要到此时了 届时邪气亡两开摊 这团灵气必然引起骚动 我得过去看看 只见小白冲出了酒店 四一鸣从身后拍了拍 小白的肩膀 不是说了 我不吃了吗 你们还要怎 小白回头 这才看清来人竟是四一鸣 四先生怎么在这 顾白 你家长是谁 直接报你爹的名字 我就知道是谁了 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灵气 家长一定是个耳熟能详的大人物 小白随即爆出了家门 顾狼 四一鸣迅速否定 不可能 小白一脸的诧异 四先生您认识我爸爸 四一鸣斩钉铁地说 你们一点都不信 顾狼绝不可能是你爸爸 顾狼就是我爸爸 没人能质疑我和爸爸的关系 四先生也不行 四一鸣看到小白身上的灵光 只觉得一阵头疼 这小崽子怕是还不到家 就会被邪气王两拆了吃掉 四一鸣立刻递了一袋零食给小白 吃掉 现在也只能先让他消了气 收敛一下灵力 可小白还在生气 不要你的 翟先生也给我了 四一鸣只能僵在了原地 翟良俊这只死狐狸 小白越吃越好吃 心情也跟着美丽 好像没那么生气了 这是几个酒醉的同学也下来了 顾白 你还没走 不走等着翟良俊来接你啊 四一鸣听着这满口胡话 立刻一个眼神杀了过去 众人皆是惊叹 四一鸣 谁敢欺负我的胆 我就让谁变成穷光蛋 聚会上同学们对小白乐与相加 临走了还不忘调谈小白 这可激怒了爆脾气的四一鸣 小崽子刚刚生气就是因为他们 谁欺负顾白了 回答问题 众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不不不 不是我 是顾白自己去洗手间 把手机忘在了桌上 然后来短信了 他就念了出来 是你们起哄让我念的 四一鸣转头问顾白 然后你就气跑了 顾跑难道继续跟他们吃饭吗 四一鸣没忍住 哭吃一声笑了出来 很好笑吗 你连发脾气都不会 还说是顾狼的仔 顾白跟四一鸣是什么关系啊 这么自然的摸头 感觉不只是认识啊 四一鸣懒得听他们废话 看来是我平时吃饭的还不够 今天就正式交教你要怎么发脾气 可小白拉了拉四一鸣的衣角 劝他别打架 打人是不对的 四一鸣仔细一想 也是 太凶残的话 会吓到小崽子 于是来了一招更狠的 从犯一年财气 煮饭两年 说完两手一盒 没收他们的财气给你 没收财气 四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刚刚好像确实有一道光 是我眼花了吗 突然一辆车停在了四一鸣的身后 四先生 此事快到了 小白不明白什么意思 而四一鸣只告诉小白 你该睡觉了 小白一阵恍惚 便倒在了四一鸣的怀 随后便被带回了公屋 第二天一旦 被门铃声吵醒的四一鸣怒气爆表 为了消灭那群网友邪气 早上六点才躺下 睡了还不到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敲门是活腻了吗 可打开门 看见的却是小白 四一鸣的怒气一下子就消失了 四先生早上好 看到四一鸣的黑眼圈和他背着的脸 小白这才意识到可能打扰到对方了 对不起 这个点名当早餐吧 我昨天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也没能好好谢谢你 四一鸣看着小白送来的蛋糕 温柔又疲惫地道歇 小白刚要走 又被四一鸣叫住 顾白 你妈妈是谁 可小白却说自己没有妈妈 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只有爸爸 四一鸣还是不敢相信 先不说滔天那家伙能不能胜 就算能胜 也绝对生不出这么轻裂唇厚的态 你应该知道 你和顾狼长得并不像 小白知道爸爸的确长得有些凶 但自己喜欢爸爸 四先生 您跟我爸爸认识很久了吗 四一鸣陷入了沉思 一段不算美好的记忆涌现出来 自己的顾狼是天主 见面就恰 可四一鸣只是跟小白说 我跟你爸爸 很久以前打过交道吧 小白很开心 原来如此 没想到四先生竟然跟爸爸是雇佣了 四一鸣揉了揉小白的脑袋 还是等白子回来 问问他顾白到底是谁的财吧 而小白立刻将这件开心事分享给了爸爸 只是依旧没有得到活佛 托四一鸣的福 很快小白的财运就来了 工作室接到本师艺术博览中心的项目 师哥告诉小白 这次的传承主题墙项目 高教授说有你单独负责这两面墙 小白异常兴奋 这两面墙 我单独负责设计绘制吗 高教授说给你按一百一瓶的价格算 而且这墙面至少可以保留一年 以后就是你的活招牌了 项目会越来越多的 小白内心窃喜 我该不会真的被四先生加上了发财的办法 恭喜你顾白 这是你应得的 谢谢师兄 对了 今晚收工我请师兄们吃饭吧 还有高老师 如果他有空的话 你还是省点钱自己花吧 没事的 去我家吃 我自己做 这样就花不了多少钱了 你家是说那个 没锁门随便紧 每天食材自动填满冰箱 邻居还给你吃奇怪的肉 此时师哥内心无比颤抖 高教授说他没问题 完了 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晚上师哥一行人来到公寓前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顾白你穷得非常奢华呀 小白不好意思的解释 不久前我爸爸寄给我的钥匙 我就住进来了 师兄我带他们回来玩 要登记吗 登记是要登记的 这些都是人吗 小白漫不经心的回答 是啊 这些人都是 看着人类走远的身影 保安大哥赶紧通知了 公寓的各位大牢 妖怪窝里又进人类了 一次进了五个 是人的住户们 你们千万要控制住自己啊 当小白一行人走进楼房 隔壁的邻居纷纷看着 是人类 是活的人类 天啊 正法失效了吗 怎么进来这么多人 快把窗户关上 人类飘进来了 我活了三百年了 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人 是啊是啊 竟然敢组团闯妖怪窝 还带这么多人类进妖怪窝 就不怕被吃掉吗 这种行为简直令妖发指 师哥总觉得这个房子不对劲 可刚一转头有什么东西吗 师哥除了想回家还是想回家 顾白 你这个茶不错呀 是什么茶呀 我不知道 这个公寓里本来就有 师哥一听这话 就想到了之前奇怪的零食 赶紧放下了茶杯 顾白 我还是帮你洗菜吧 顾白 你爸给你住这里 却不给你钱吗 我爸从小到大就没给过我钱了 师哥一脸诧异 我之前觉得是这个公寓不太正常 现在怎么感觉是你不太正常 我哪里不正常 随即小白一刀劈向了排骨 可下一秒料理台却整个裂开了 小白看着眼前的景象 也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不太正常 饭后 小白送走了师兄们 小白也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切肉时自己明明没用多大利己 可料理台却裂开了 不止利己变大了 嗅觉味觉也变得更加淋浓 不开灯 也可以在非暗中看得很清楚 我是不是受过什么人体实验啊 小白仅仅是睡个觉 灵魂变出窍了 只因他是个妖雀不自知 好在斯一鸣及时发现 皮修爪子一把拍在他屁股上 又不好好睡觉 小白满脸疑惑 怎么是斯先生的声音 第二天一觉醒来 小白揉了揉脑袋 又做了奇怪的梦 下一秒小白打开手机一看 叮咚叮咚的响都不停 全是来买话的 都说皮修招财 该不会是因为我被他打了屁股吧 早知道会发财 就应该多被他打两下再醒了 而此时的皮修满是担忧 那个小崽子的灵气越来越强了 竟然把邪气王良引了过来 电梯到了 但出现的却是许久未见的翟良俊 翟良俊刚想逃 却被斯一鸣一把扯了回来 我最近有些忙 你帮我看着点顾白 怎么了 大概小白最近吃得太好了 开始进入成长期了 原来是营养过剩了 斯一鸣警告翟良俊 别让他出事 否则我就拔光你的狐狸猫 翟良俊一颗也不敢打 是 我现在就去看住他 不得了啊 顾小白 现在都成了掌管的专业画手了 翟先生 您怎么来了 代替斯一鸣来看着你啊 看着我 翟良俊抬头便看到小白的壁画 很是吃惊 难怪黄一鸣要找小白画皮 这灵气真的太强了 我跟你讲 这个壁画绝对不得了 可是大家好像都不是特别喜欢看艺术展什么的 我负责的又是没什么宣传的新闻 为了逗小白开心 翟良俊决定给小白变得魔术 不到三分钟 一群人便蜂拥而至 全都聚集到小白画的那面墙跟前 刚忙完工作的翟良俊想要休息一下 一条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影帝翟良俊写有人现身在此事 里面的内容竟是翟良俊扯着小白疯狂逃窜 后面无数的记者粉丝狂追不舍 翟良俊的怒气直一下子就爆表了 让他看孩子 竟然是这么看的 没看到顾白都吓傻了吗 天凉了 不如扒了狐狸皮做剑皮草大衣吧 带着小白疯了一天的翟良俊心情大好 没想到一上楼就碰到了一脸阴沉的四一鸣 就在两人对视时 小白赶紧上前替翟良俊解围 四先生 你听我说 翟先生好厉害 帮艺术博览中心拉了好多人起 我刚刚回来路上翻了一下微博 好多人都夸我那两面强化的好 说我好厉害 四一鸣看到小白脸色立马缓和了许多 继续保持 可转头却瞪向翟良俊 干得不错 四一鸣也会夸人 我突然觉得四一鸣也挺好的嘛 第二天 四一鸣在门口故意制造五鱼 四先生早啊 顾白 要去拿我送你 那就麻烦四先生了 片刻后 两人来到老城区 虞书 我来取我的画框 虞书本体十一只虞树妖 再看到小白身后的四一鸣 突然紧张了起来 没想到四大人您会光临寒舍 你不必紧张 我只是陪顾白来取画框的 你能在人类社会找到一个鱼安身立命 实属不易 我不会插手的 多谢四大人 但愿我能早日存够钱 请顾白帮我画一片土地 否则这邪气亡俩继续猖狂下去 我的跟怕是要撑不住 四一鸣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我有顾白画的法相帮忙镇守 才能脱身制服危害人间的灾手 可各方神兽守护九州 百年无休 根本无暇驱散这些邪气亡俩 要想守护好这片九州大地 看来只能靠小白了 回去的路上小白很是开心 太好了 本金又增加了 不久之后我就可以买得起 的是市交的一间厕所了 等以后我成名了 我就一幅画卖十万 不 百万 四手五入就是一个你 四一鸣一脸宠密地看着小白 鼓励他 你可以做到 那就成四先生急眼了 顾白 你最近这个月也没有时间 要不要去大草原看看 看着小白一脸疑惑 四一鸣解释 有个工作 三平方米壁画 我算你出公差 一路消费我全包 小白听到免费眼睛都亮了 下一个工作是在三个月后 在此之前完全能胜任四先生的工作 于是第二天 四一鸣就带着小白出发了 这里就是川省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自驾游了 你可以沿路采风 随后他们去了大草原 泡了露天温泉 还一起看了星空 小白在沿路采风的时候 不知不觉画起了四一鸣 那是我吗 你现在画的 我好像比以前柔和了许多 小白回忆起过往 我以前没有画过四先生吧 小白立马向四先生肯定道 四先生本来就是温柔的人 只是看起来有些凶罢了 就像爸爸一样 不知道爸爸在的地方 有没有这么美的景色 四一鸣立马严肃了起来 你别去找顾老 他待的地方都太危险了 他就是超级英雄 你如果画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趁着天眉黑去看壁画吧 就是这里 下面就是你要画壁画的地方 爸总为了和男孩培养感情 以工作为由哄他出去旅游 一路游山玩水后 四一鸣带小白来到工作地点 小白很是吃惊 这不就是那个有名的 四一鸣点点头 对 就是那个 接着他们来到一个古朴的大门前 门内伸手不见五指 他告诉小白 下面就是你要画壁画的地方 紧接着他就带小白往下走 小白四处打量着 这楼梯好像是水泥漆的 里面灯光昏暗 跟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 一点都不神明 突然四一鸣停下脚步 晕吗 我带你走吧 说完便牵上小白的手 小白轻轻抹擦着四一鸣的手 掌心硬硬的是剪吗 能留下这么厚的剪 一定干了不少重活吧 原来四先生以前 也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人了 小白因为能更进一步了解四先生 而内心窃喜 不想这小动作被四一鸣发现了 四一鸣再次停下了脚步 四先生怎么了 小白乖巧的模样 让四一鸣心头一动 忍不住想逗逗小白 看你挺想研究我的手的 小白瞬间羞红了脸 抱歉 我不是 我就是想 小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赶忙抽回了手 可四一鸣却握得更紧了 没关系 职业病吧 小白赶紧顺着台阶下 对 就是职业病 看着小白红扑扑的脸 四一鸣不禁笑了笑 最终二人走到一块石板前 四一鸣解释 到了 中间那块石板 就是你要画的 可这不是古迹吗 所以才需要你来维护 小白懂了 原来我也在拯救世界啊 四一鸣向小白 说明要画的内容 您是说 在这里画一只白虹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只是这里的石板不太平 我们得去买材料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对了 这一次你要什么报仇 小白表示报仇就不用了 我们一路游山玩水 您一路陪伴和帮助着我 您带我看到了 这么美丽的风景 体验了许多以前 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感谢您还来不及 就更不需要什么报仇 四一鸣不理解小崽子 怎么三三五次 拒绝皮修的前台 四一鸣温柔地警告 不要报仇可别后悔 看着小白 四一鸣不禁叹了口气 这个小崽子真是太乖了 可这时 小白揪住了四一鸣 不过四先生 这里没有电梯吗 四一鸣干脆地说没有 小白望着层层叠叠的台阶 很是绝望 更绝望的是肚子已经叫了半天了 明明才刚吃过饭 怎么感觉又饿了 一定是爬楼梯 太消耗体力了 此时 四一鸣正看见小白画的草稿 基本上没问题 只有一点 白虎人寿 稿身如雪 无杂毛 所以你画上的纹样都要擦掉 小白难免你过 去掉花纹的白虎 很像大白猫啊 想着不禁笑出了声 好了 你去工作吧 我就不陪你了 中午回来给你送些好吃的 小白乖巧地答应你 可一个人在这 深不见底的地方待着 还是有些害怕 于是小白便放歌壮胆 和此时一只白色的爪子 伸了出来 他上前嗅了嗅 是人类的味道 于是上前拍了拍眼前之人 小白以为是四先生回来了 可以回头却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 请问你是 白发男也不回答 只是上前嗅了嗅 闭身皮嗅味 白发男恶心地快要吐出来了 你是四一鸣的仔 可小白却听不懂白发男在说什么 小白向白发男说明 我叫顾白 是四先生带我来工作的 白发男这才恍然大悟 你就是四一鸣说的那个 来帮忙的大宝贝吧 真不错 真不错呀 这么多年了 终于又出现一个 画画厉害的妖怪了 白发男激动得泪流满面 男人便是四大神兽中的白虎 管辖着西部大大小小五百多个阵 全年无休还要加班加点 如果能让顾白每个阵点 都画一幅画代替自己 那自己便能放假了 白虎越想越激动 这么一个大宝贝 不能让那个扣门皮羞独占了 于是白虎开始挖墙脚 我跟你一样也姓白 吃 别客气 喜欢吃什么 尽管和我说 我去给你买 小白两脸猛低 可我信故啊 白虎认真的向小白 说明眼前的形势 小白没想到原来 四先生以前还是个不良少年啊 而且他超熊的 还喜欢动手 以后说不定会家暴 可此时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你很闲啊 白云飘 白虎一听这声音 瞬间冷汗直流 正准备开溜 可思义明偏偏要跟他 交流一下感情 家暴是吧 老皮羞想吃嫩草 带着小崽子来到地下室 刚打算开启二人世界 然而却被现场挖了墙角 他紧接着便对白虎 一顿暴力输出 而这边小白吃得紧紧有味 还是兔子家的东西好吃啊 四先生果然是个好人 一番续就下来 四一鸣打得手都酸了 几年不前 你还是这么耐打 白虎虽然累得不行了 但下一秒便又完好无损 我好歹也是四方神兽之一 白虎闻着饭香味口水直流 你说实话 顾白是不是你的对象 跨越整个华国去蓬莱山 给人家打包吃的 不是仔就只可能是对象了 可四一鸣却狡辩 小崽子正在长身体 要吃些好的 泽泽 你也知道他是小崽子 其实四一鸣给了白虎一个眼神 你考虑清楚再说话呀 可白虎却不怕事 继续替小白惋惜 造孽啊 苦了顾白了 这么好的白菜被皮修滚了 四一鸣言归正传 刚刚回来的路上 发现南边又出了点事 我得去看看 要是来不及回来 白虎明白四一鸣的意思 行 我帮你看着顾白 可白虎心里却想着 照顾小崽子还能顺便挖墙脚 真是不错 这点小心思当然没能逃过 四一鸣的眼睛 过分热情 必定有诈 还是用这个吧 顾白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你把这个收好 这是 这是皮修响 辟邪玉勋 一定要贴身带人 小白看着这皮修响 绿智精灵剔透 一看就价格不菲 该不会是因为我不要包装 四先生才特别准备了这个带地吧 四一鸣见小白低头不说话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皮修响 不 很喜欢 谢谢四先生 我先回去工作了 四一鸣看出小白并不开心 于是便丢了一包果干给白虹 完成了画作 白虎满含热泪 我怎么这么帅 小白谢谢你 可小白并不开心 自从四一鸣走后 小白就一直无精打采的 白虎为了哄小白开心 决定请他吃好吃的 可小白依旧没兴趣 抱歉 我想回酒店睡一会 都怪四一鸣 小崽子明显有情绪 也不知道哄一哄 既然如此 我就大人有大量帮他一把吧 小白回到酒店 就无力地躺在床上 原本以为跟四先生的关系拉近了 却又被只手串隔绝开了 想跟四先生成为 与金钱无关的朋友 难道是种奢望吗 我只能这么一直仰望着四先生 小白难过的都快哭出来了 算了不想了 没有什么烦恼 是睡一觉不能忘记的 如果有 那就大睡三天 睡到四先生回来 半夜 小白睡得正香 却听见拍窗户的声音 迷迷糊糊起身 却看到窗外一只大白虎在叫他 顾小白 我带你出去玩吧 小白只觉得声音有些熟悉 意识到是谁便一下子惊醒了 难道我又做梦了 白虎不容小白多想 叼起他便扔到了自己的背上 谢谢你给我画了法相 我没什么值钱东西能感谢你 就带你去看看草原上的云海吧 小白趴在宽阔的后背上 抬头的瞬间被眼前的景色震惊到了 浪了一圈 白虎嘱咐小白 今天出来浪的是 天之地之你之五之 千万不能让丝 话还没说完 小白打断了白虎 身后 白虎一回头 便看见四一鸣凶狠的眼神 你不知道已经此时了吗 白虎立马就怂了 刚想说什么 下一秒却被四一鸣甩出了十万八千里 四一鸣赶紧叼着小白回公寓 当小白再次睁开眼 以为自己又做梦了 只是最近梦提休也梦得太平凡了 难不成是神兽显灵 此时的门外 白虎拖着疲惫的身体也赶过来 我带顾白出去散散心怎么了 你用得着这么大火气吗 我不反对你带他玩 但此时邪气枉两出没 伤到顾白怎么办 白虎立马就怂了 只能狡辩是掐着屌回来的 但说到底不都是因为你 我怎么了 小白一不高兴 你就用果干把他的情绪赌回去 这么赌下去 会把小崽子赌电台的 四一鸣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不然怎么办 当然是要疏通啊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小崽子是要哄的 白虎似乎说得有道理 于是四一鸣来到小白跟前 是直接问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吗 小白睡梦中叫着四先生 可即使亲眼见到四先生 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我怎么总梦见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下一秒便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四一鸣没有再打扰小白 只是轻轻地拉过他的手 告诉他自己回来了 第二天 小白睡醒时 四一鸣依旧坐在床边 小白诧异四先生怎么在这 一看时间竟然已经十二点了 离登机还有三个小时 四先生抱歉 我没听到闹钟 闹钟是我帮你关的 你昨晚睡得不太好 今天多休息一会没关系 来得及 所以昨晚不是在做梦 四先生是昨晚回来的 四一鸣虽然不好意思开口 可最终还是问了出来 你为什么不开心 看来还是被四先生发现了呀 四先生 这个玉串是给我的报仇吗 你不是不要报仇吗 对 我不要报仇 所以不要给我了 看来是小白误会我了 四一鸣解释 这就是个礼物 不是报仇 可小白不明白 为什么要送自己礼物 四一鸣却回答得理所当然 想送就送了 要什么礼物 礼物你也不要吗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我要 这是四先生第一次送我礼物 所以我现在跟四先生 算是朋友了吧 四一鸣看着小白开心的样子 没想到小妖怪这么好呼 如果时不时送他点小东西 岂不是乐到天上去 既然如此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到了机场 四一鸣迟迟迟不见小崽子的身影 不知道跑哪去了 过了很久 小白抱着一个盒子回来了 四先生 送您的礼物 谢谢您这一个月的照顾 四一鸣终于又见到了 小白灿烂的笑容 就在这时 四一鸣接到公寓打来的电话 四先生 九州山海院出事了 男孩随手画了一幅画 没想到却成为妖怪圈的名人 每天来买画的人络绎不绝 那个绘画灵画的 是不是就住在这 我要买画 二十幅 我买一百幅 可保安立刻将他们拦住 那幅画是四一鸣先生定制的 其他我们并不知情 此时 小白刚到公寓 便看到这热闹的场面 这些都是来找我买画的吗 你那幅皮修图 我放到物业大厅了 被他们发现了 可是这么多人的画 我可能画不完啊 四一鸣无奈 你还真想多接啊 不怕像白子那样 被诈成白子干嘛 可小白一脸疑惑 白子干是谁啊 不过他们应该是冲我来的 我没点头 保安不敢轻易透露你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能回公寓吗 你放心 他们没那个胆子动我的人 走吧 众人见了四一鸣都很害怕 被四一鸣的眼神吓得连连后退 而四一鸣则是牵起小白的手 大步地向里面走去 可是四先生 刚当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看起来很害怕的感觉 告诉他们你是我的人 免得他们动歪心思 小白不明所以 这话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奇异啊 四一鸣揉了揉小白的脑袋 放心吧 他们不敢动你了 他们动我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逮你去给他们画画 逮我 原来那群人是黑社会啊 这都是文明社会了 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话吗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暴力呢 突然四一鸣停下了走 对方上下打量着小白 嘖嘖 这么小也能下得去手 四一鸣立马护住了小白 四先生 人类刑法不了解一下吗 四一鸣打断了来者的调侃 向小白介绍着 这位是住在八楼的谢氏 谢律师 也是你今后的代理人 先声明一下 你虽然在电话里邀请了我 但我并没有答应 我是回来休假的 不是替你照顾对象的 四一鸣刚刚那么大张旗鼓地照着你 就等同于对外声明他对你下手了 小白越听越糊涂 要不大家先进房间再说吧 谢律师 您吃饭了吗 谢律师没想到小崽子还会做饭 不宜会一桌子香喷喷的饭就做好了 你们先吃 还有一盘烫青菜 稍等一下 谢律师看着小白忙碌的身影 再看看四一鸣惬意地吃着饭 难怪四一鸣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 这里很有生活感 也很有家的胃包 不是打架就是睡觉的私战神 也有贪恋平平淡淡人类生活的一天 这一切都是顾白的功劳吧 顾白是个不错的孩子 你找我做他的代理人 是想保护他吧 顾白还想参赛参展 不能把精力都放在街单上 推辞得多了总会得罪人 我明白了 谢律师 还和您的口味吗 谢律师不打访问 顾白 代理费你八我二 如何 这样的话您会不会太亏了 四一鸣觉得不亏 很是合理 九八二 谢智回去做合同 你要是觉得我亏了 那就让我偶尔来你家 蹭蹭饭当补偿吧 没问题 随时欢迎 谢智看着小白温柔的笑容 真是个可爱的小妖怪 下意识地想要摸摸小白的头 可思一鸣立马将小白护在了怀里 看着思一鸣的动作 谢律师很是惋惜 只不过已经被皮修给圈走了 第二天小白便来到了工作室 还将出差买的特产 带来请师兄们吃 你竟然真去草原采风了 花了不少钱吧 正好有个工作 就给我全包了 同学立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全包 这样的甲方爸爸给我来一打 光要爸爸有什么用 你倒是像顾白一样画得好啊 对了 顾白你知道吗 你出名了 小白一脸呆萌 就是上次那个三地墙 摘影帝宣传之后很多人来问你 想跟你约画 随后师兄便拿出来一串留言信息 你不再也不好答应 就简单留了的联系方式 小白没想到会这么多 可师兄说还不止这些 师兄带小白来到窗户前 只见楼下一片吵吵狼狼 几天前就是这样了 小白看着这么多人 自己也画不完了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安全回家吧 这种情况还是跟思先生说一下吧 二十分钟后 思一鸣便来到了学校 上车 师兄们 我先走了 可同学们一脸诧异 我没看错吧 那个不是思一鸣吗 你们说 那个全包的工作 该不会是包养吧 车内 小白没想到翟先生一条微博 就有这么大的影响 思一鸣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 我跟谢志会帮你处理好的 虽然比我预想的早了一些 但在我心里这是实至名归的 你是真正的艺术家 值得被喜欢 小白被思一鸣夸得不好意思了 谢谢思先生 可下一秒思一鸣就凑了上来 对了 这个给你 不许摘了 洗澡的时候也不行 好 那思先生明天想吃什么甜点 提拉米苏 抹茶的 小白已经十年没见过爸爸了 就在他刚有一点爸爸的消息时 大家却都反对他们见面 上午在思一鸣的家中 顾白的事 我们商量一下吧 而此时 翟良俊欲哭无泪 能不打脸吗 可思一鸣根本不顾及那些 此时的楼下 小白正在给白虎留机包裹 白先生 我是顾白 给你邮寄了一些特产 到时麻烦您查收下 下一秒白先生便打来了电话 白先生怎么了 顾白 你跟思一鸣谈恋爱了 小白不明白白先生为什么这么问 赶紧解释 我跟思先生只是朋友啊 保安大哥很是疑惑 那副皮修图不是你跟思一鸣的定情信物吗 小白一脸黑线 诶 误会大了 我怎么可能跟思先生 随后小白便敲响了思一鸣的门 可开门的却是鼻青脸主的翟良俊 翟先生 好久不见 你也找思先生吗 可下一秒翟良俊便向小白哭诉 小白 这群禽兽又欺负我 原来他们正商量着做一档节目 思一鸣解释 这个艺术家节目翟良俊牵头做 你策划我投资 可我不会策划呀 不用你操心 谢志会请专人来做 只是借你的名号 思一鸣宠密地看着小白 这样你就算在圈外出名 业内的风评也不会受到影响 话还能抬下 谢谢思先生 翟良俊刻意地咳嗽了两声 小白立刻就明白了 当然也谢谢翟先生和谢律师 翟良俊感叹 我出了这么好的主意 却白挨了顿打 这个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下补偿我 说着翟良俊便将一叠文件 递到思一鸣引钱 小白好奇 这是什么 一个小投资 翟良俊在做物流公司 翟先生你创业了 黄一鸣喜欢事业有成的男人 对了 我想起个事 我前阵子去北方考察的时候 见到顾狼了 翟先生 你见到我爸爸呢 翟良俊和谢志两脸疑惑 谁爸爸 这个打击也太大了 顾狼有宰 还是这么温柔可爱的宰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谢志也不相信 你真看到他了 前些日子在大兴安岭 翟先生 我爸爸还好吗 好着呢 活蹦乱跳的 小白只是淡淡地呕了一声 便要回房间了 翟良俊没想到小白的反应这么平淡 没事 上次我跟他说顾狼待的地方很危险 顾白也挺平静的 顾白应该也清楚顾狼以前干的那些破事吧 最有应得 而对此一无所知的小白 还在查着爸爸的相关信息 爸爸去大兴安岭干什么呀 师兄看出小白有心事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我听人说 在大兴安岭深山里看到我爸爸了 我很久没见过他了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爸爸是干保密科研的吗 如果是这样 不告诉你很正常了 师兄安慰着小白 你爸爸可能是一位 为不为民鞠躬尽瘁的无名英雄 虽然但是 我想去找我爸爸 别吧 挺危险的 师兄见小白直一想去 就建议他多找几个人一起 可小白觉得语气和陌生人 不如先问问师先生和翟先生他们 可翟先生一听小白的打算 就不淡定了 你要去大兴安岭把孤狼带回来 不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那可是饕贴啊 他回来我们就都是储备粮啊 翟梁俊严肃地告诉小白 你爸要是回来了 司一鸣第一个不同意 他们俩可是世仇 一见面就打架那种 师先生跟我爸爸不是朋友吗 翟梁俊一脸匪夷所思 谁跟你说的 小白这时才明白 原来大家都讨厌爸爸 既然如此 那没事了 我不带爸爸回来了 可小白还是很想念爸爸 既然不能带爸爸回来 他便决定亲自去见他 生物科研兴趣小组 我从网上联系到一个 打算跟着他们去大兴安岭 那种一去就一两个月了 你身体吃得消吗 你不是认识司一鸣吗 他应该能赞助你组个团队吧 但小白觉得不能总麻烦四先生 回家的路上狂风暴露 哪怕小白打着伞 可还是淋了一身雨 一进公寓便碰到了谢律师 谢志看着凌晨落汤鸡的小白 转头便大喊司一鸣 不是都说定了吗 怎么又 司一鸣一开门就看见 湿漉漉的小白 满事担忧 这么大雨怎么不让我去接你 可小白只是淡淡地说自己没关系 先回去洗澡了 大家看着一反常态的小白 顾白怎么了 不知道 我去看看 对了 把翟良俊给我叫过来 小白洗完澡后 却看见家里坐满了人 大家是要在这里吃饭吗 我来坐吧 司一鸣拦住了小白 先把头发吹干 过来 翟良俊说你想去找顾郎 吹完头发司一鸣告诉小白 一起去吧 刚好北方也有你能帮忙的地方 可是您不是很讨厌爸爸吗 我没关系 你想去就去吧 小白鼻子一酸 很是感动 谢谢司先生 刚好我也要去北边招股 跟你们一起 谢律师也回应着 话的事情我帮你看着 你放心去吧 快过来吃饭吧 小白看着忙碌的大家 能认识大家真的太好了 顾白和司一鸣的关系刚好些 却突然发现爸总是个妖怪 本来去大兴安岭这件事 小白因为知道司一鸣和爸爸的关系 所以打算自己过身前往 可司一鸣担心小白的安全 决定亲自护送过去 机场内 小白抬头望着天空 满是担心 雨下得好大 会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啊 翟良俊安抚小白 不用担心 我们坐司一鸣的私人飞机去 私人飞机 小白一听两眼放光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 可刚刚还心情美丽的翟良俊 此刻却后悔跟了过来 即使是狂风暴雨 司一鸣的眼里也只有小白 任由冷冷的狗粮在自己脸上胡乱地拍 小白望着窗户外面 很是担忧此次行程 就在这时 一条龙突然出现 司先生 我刚刚看到一条龙 羞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可司一鸣却无比淡定 不用理那个没用的家伙 小白不明白 没用的家伙 司先生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吧 于是小白立刻在纸上画出了龙的样子 司先生 我真的看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司一鸣拿过画本 画得不错 这幅画回头细画一下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这能卖钱 回去再画 这边也有工作需要你 睡会吧 醒来就到了 小白乖巧地答应着 在小白的大毛里 正前永远是第一位 翟良俊看到睡着的小白 再看看手中充满灵气的画面 于是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 翟良俊感叹 只是草图都有这么强的灵气 白则后继有人了 司一鸣打算等顾白再成长一些 可以画点墨山河时 就可以把那些不服管掉的异兽妖怪 全都塞进山河圣井里去了 不过小白大概不想把滔铁关进去吧 翟良俊认真问着司一鸣 你真要把顾狼带回九州山海院吗 顾狼的是在说吧 你说你和顾狼打起来 小白会帮谁 司一鸣一个眼神杀 微笑地看着翟良俊 翟良俊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大佬我错了 小的嘴拙 小的再也不敢了 很快一行人就到了目的地 刚下飞机的小白动得直哆嗦 S是好冷啊 司一鸣立马将一件大衣 披在了小白的身上 入山之后会更冷 多穿点 我们直接进山吗 车已经备好了 你来看 翟良俊很是自信 让你们感受下老司机的车底 没一会顾白他们就到了山脚下 可看着门口的警报牌 这里我们真的能进吗 可翟良俊却说 游客止步 我们又不是游客 翟良俊突然发现了松果 小白还在四处找着 翟良俊却已经爬上了树 翟先生伸手这么好的吗 下一秒 翟良俊便来到了小白的眼前 小白 尝尝这个 可香啊 随即便把松果都给了小白 你先吃着 我刚看到树上有蜂窝 我去给你摘个炒米吃 小白 那边有条西 我们今晚喝鱼汤 小白 好兔子吃不吃 超好吃哦 小白快来看 这有一头黑虾 而小白只是留在原地 持续猛逼中 四先生 翟先生他 可小白转头 看到四一鸣一脸愁容 不远如电闪雷零 又要下雨了吗 四一鸣叮嘱小白先回车上 不一会就开始下起了小雨 怎么还没抓到啊 你看好顾白 我去看看 小白 咱们回车里去 可四先生要去哪里呢 抓牛去啊 抓牛 只见四一鸣一个飞升 变成了皮修的模样 小白见到四一鸣变身的样子 立马就吓晕了过去 醒来后小白怀里抱着一团柔软 这是 翟良俊歪着头 这是我的尾巴 舒服吗 等着小白再次晕了过去 小白内心慌的一批 原来翟先生能够熟练的爬树 不是受过野外生存训练 而是因为他真的是狐狸 还有四先生 之前那些 原来那都不是梦吗 等一下 四先生是皮修 那之前说我会发财的事情 难怪遇到四先生之后 越来越不缺钱了 翟先生 四先生他 你原来在担心四一鸣啊 不用担心 四一鸣很厉害的 抓只魁牛而已 苍龙太没用了 好几天了都没抓住 一直下雨 小白觉得 四先生是皮修 翟先生是狐狸 那我爸爸总该是人了吧 可自己又不是很确定 于是问翟良俊 那我爸爸是什么 你说顾狼啊 你不知道他本体是什么吗 听到这话 小白再也无法淡定了 所以爸爸也不是人 小白 那你知道你本体是什么吗 小白立马实话 我也是妖怪 小白的世界观彻底帮他 我是人类啊 不然我还能是什么 翟良俊汗颜 你该不会 一直以为我们是人类吧 小白听得快要哭了 翟良俊看着小白 吓得直哆嘴的样子 安抚他 咱们等四一鸣回来再说吧 男孩活了十八年 才知道身边的人都是妖怪 爸爸是神兽饕铁 对象是神兽皮修 就连自己都不是人 四一鸣在大兴安岭刚 抓完魁牛 回来便看到小白 偷偷地望着自己 可下一秒就藏了起来 顾白怎么了 四一鸣无奈 顾扰这个废物 随后四一鸣敲响了车门 小白来吃饭了 小白看着这一碗 五颜六色的蘑菇 根本无从下口 如果我是妖怪的话 吃这个应该不会中毒吧 可下一秒只听咣当一声 好多小人在天上跳舞啊 四一鸣让小白放心 只是有点置换而已 过会儿就好了 不用管他 小白忍不住笑了出来 感觉妖怪跟人类 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四一鸣为了缓和小白 紧张的心情 提一晚上去集市逛逛 这里有集市吗 妖怪的集市 只有妖怪才能去 小白立刻点头答应着 到了晚上 四一鸣他们往森林深处走去 顺手折下了一只树枝 交给小白 这个迷古树 带上它的树枝就不会迷路了 进入妖怪集市 必须带着这个 小白看着这树枝 想起爸爸之前 给我带过好几栋 但被自己做成干花了 原来这植物这么厉害的呀 这么说来 爸爸好像给我带过 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 什么小玻璃珠啊 水钻啊 说着 四一鸣便从兜里 掏出了小玻璃珠 是这个吗 就是的 没想到小白竟把它 当成了玻璃珠 这是零食妖怪的货币 你说的水钻 应该是一种 顶级护身符传 看着小白一时 还难以接受的样子 决定以后再慢慢教他吧 走吧 我带你 那就麻烦四先生了 小白第一次见到妖怪的集市 觉得很是热闹 这个果干我吃过 突然老板不知道 从哪里冒了出来 要来点吗 小白被老板的模样吓到了 瞬间躲到了四一鸣的身后 那个耳朵是真的吗 四一鸣满眼宠爱 别怕 你也是小妖怪 小白难得遇到妖怪本妖 想要拍个照片 可老板犹豫不决 四一鸣健壮 买下了老板的所有商品 老板不仅立刻同意 还想要变回原型再拍几张 就这样 小白不停地拍 四一鸣不停地买 可最终小白停在了糖葫芦跟前 你想吃吗 想 那你在这等一下 我去给你买 四一鸣刚离开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小白的身后 将他拖进了巷子里 你要干什么 可看清是何人 小白吃了一惊 爸爸 真的是你 怎知小白的爸爸 一上来就嗅个不停 乖仔 你身上怎么一股四一鸣 那傻缺的气味 可怎知 四一鸣此时回来了 你说谁傻缺 乖仔 你在这看着 看爸爸捶抱这只丑屁羞 下一秒 二人立刻变回原型 原本热闹的接地 一下子因为这架势 变得空无一人 而小白也被眼前的场景形怀了 小白焦急万分 他们打架跟打招呼差不多 只是看起来熊菜 但都伤不到对方 他们这种天生地眼的灵物真好啊 恢复起来飞快的 小白还在担心着 被柴良俊一个果干堵住了嘴巴 放心 等他们打来的自然就下来了 几百年没见过他们打架了 很难得的 几百年 那我爸爸究竟是什么呀 浩铁呀 就这样四一鸣和小白的爸爸打了一天一夜 小白和翟良俊在房顶等的都睡着了 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乖仔下来 爸爸接着你 可同时四一鸣也在叫着小白 顾狼一听就不高兴了 那是我仔 你个别独自凑什么热毛 四一鸣冷笑一声 你的仔 请生的吗 关你屁事 你跟我乖仔什么关系 四一鸣咳嗽了一声 不打反问 那你知道顾白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吗 四一鸣一看顾狼的表情 就知道他压根不知道 所以顾白到底是谁家仔啊 顾狼虽不情愿 但最终说出了实情 乖仔是我捡的 原来在三百年前 白泽请四一鸣大人出山守护九州山海院士 涛铁似吞了皮羞的金库 因为这是两个人打的钱 而打架次数太多 涛铁消耗了太多体力 实在是太饿了 白泽跟涛铁讲往西走 能够找到让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东西 然后涛铁就遇到了乖仔 只要跟乖仔待在一起就不饿了 因为乖仔实在是太可爱了 使得涛铁父爱泛滥 顾狼义正言辞地说道 乖仔跟我一样 都是天生地养的灵物 叫我爸爸也没有不对啊 小白意识到 所以我已经两百岁了吗 可能不止 妖怪的蒙媚期很长 你只是不记得了 这样吗 翟良俊也不记得成经之前的事情 不管是妖怪还是灵物都这样的 翟良俊接着解释 成经意味着你生出了心智 换了个物种了 总得有个适应的实践 所以顾白的本体是什么 关于这个顾狼也不知道 碰上他的时候都是个大娃娃 会走会跳的 就是有点傻 我也一直没见过他的原型 像我们这种天生地养的灵物 过了蒙媚期就知道 自己天生该做什么 本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把自己当人了 小白默默低下了头 思议鸣安慰小白 没关系的 等白泽回来 他一定知道你本体是什么 小白点头答应并且满心期待着 饕贴十年未见自己的儿子 一见面却疑惑了起来 所以你们是来找白泽的 小白握住顾狼的手 爸爸 我们是来找您的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可以跟斯先生翟先生做邻居 顾狼一听这话 立马火冒三丈 跟这只臭皮修住一起绝对不可能 你说谁臭 早打嘛 哪就打呀 以为我怕你呢 只见双方个部相让剑拔弩张 刷的一下又飞上天打起来了 翟良俊让小白不要过去了 反正他们打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翟良俊拿出一个卷轴 看打架不如画画 随后翟良俊便将画卷扔给小白 这是思义明要拜托你的事 画玄武 小白看着眼前的画像 问翟良俊 这个画像跟斯先生那张是一样的吗 是的 都是白泽画的 怎么了 小白嘟囔着 之前斯先生不告诉我画是白泽画的 应该是怕你去找白泽吧 翟良俊怕小白多想 这才娓娓道来 白泽之前印了皇帝的画 画完精怪图之后元气大伤 记性就不太好了 经常是前脚说完的话后脚就忘 有妖怪偷偷摸摸找他画零画 白泽也忘记自己不能画了 后来要不是我们发现及时 白泽就真的被炸成白泽干了 自此以后白泽便绝底了 所以啊顾小白 你真的很重要 能画零画的妖怪太少了 既然如此 我试一试 饕贴和皮修打完架回来时 小白已经睡着了 翟良俊看着熟睡的小白 很是担忧 从看到斯一鸣变回原形开始 就一直紧绷着神经 现在总算被工作分散了注意力 才慢慢放松下来 之前一直当自己是人类 被说是妖怪却又搞不清本体 患度我也很难轻易接受这件事 顾狼感叹 如果白泽在就好了 他一定有办法帮助乖仔 此时小白睁开了眼睛 爸爸 斯先生你们回来了 只见顾狼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小白 乖仔 保持联系 要是被欺负了就叫爸爸回来 你要去呢 去找白泽 小白眼巴巴地望着顾狼 不能带我一起走了 爸爸也想把你揣口袋里带走 但是你正在成长期 只有斯一鸣能在 邪气网氧的浪潮里护住你 这个人虽然讨厌 但做事还是很靠谱的 斯一鸣看到小白依依不舍的表情 终究是不忍心 于是在小白的手机上吃了话 收好这个 这样无论顾狼在哪 你都可以联系到他 小白健壮 一下子欣喜万分 虽然万般不舍 可为了小白 顾狼还是选择了离开 小白呆呆地看着顾狼离开的方向 斯一鸣上前安慰小白 他找到孩子 很快就会回来的 为了转移小白的注意力 他决定先带小白去看巡武 可小白一路上都不开心 斯一鸣想起白虎的话 仔仔不高兴是要哄的 斯一鸣像变戏法一样 立刻拿出了一个蛋糕 小白看着斯一鸣递过来的蛋糕 这好像是斯先生 第一次分享他的甜食给我 您不吃吗 你吃 人类说甜食会使人心情舒畅 听到这话 斯先生这是在哄我开心吗 随即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甜食果然让人心情好呢 斯一鸣不理解 你都还没吃 可是这里很甜 谢谢斯先生 看到小白灿烂的笑容 斯一鸣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斯一鸣怕小白等得着急 于是便告诉他 翻过那座山 就到玄武柱的地方 小白望着对面的山 很是期待 届时斯一鸣便向小白说明 玄武算是神兽里年龄最大的了 他们是一蛇一龟 蛇为女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称呼和癖好 你不必太惊讶 可小白却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画面 很快小白他们便见到了灵蛇夫人 只见热情的灵蛇夫人一把将小白搂在了怀里 下一秒又给小白塞了个玩偶 小白看着和自己一样高的小熊 真不知该将他如何安放 自己也不是小宝宝了呀 灵蛇夫人转头便对斯一鸣会心一笑 宝宝 好久不见 说着灵蛇夫人便来了的摸头沙 这一幕让小白看得目瞪口袋 那个上对天下对地的斯先生竟然成了四宝宝 小白想象着斯一鸣含着奶嘴的样子 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一番寒暄后 灵蛇夫人便带他们来到工作室 以后你就在这里画画吧 谢谢灵蛇夫人 了解完情况后 小白便开始画底稿 可小白画了很久 都还是没有头绪 正当小白为民不振之时 斯一鸣突然出现在小白的身后 进展的不顺利吗 斯一鸣看到还没出行的玄规 是因为没有见过玄规 所以画不出吗 于是决定带小白出门散散心 去哪呢 既然画不出来 我带你去看看幽明的极光 小白再次骑上了大皮修 这不是在做梦 小白摸着皮修后背的灵甲 向斯先生提了个要求 斯先生 我可以摸摸您吗 这话让老皮修一脸黑线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呀 小白意识到说错话了 赶紧解释 我就摸摸灵片 老皮修略显尴尬 你都已经坐在我背上了 小白懂了 这是同意的意思 他马上伸出手感受了一下 灵片就像战士的假咒一样 小白用最纯情的表情 说着最危险的话 斯先生 你好硬哦 一句虎狼之词 吓得斯一鸣赶紧落地 小白从没见过玄规 却要给玄规画像 斯一鸣见小白一直没有头绪 于是决定带他出去走走 斯先生 那是什么海 那不是海 是幽明 小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他指着不远处的繁星点点 那些是什么 是人类的亡魂 他们在幽明里徘徊 等到了时间 就会被引渡进入地府 落入轮回 而引渡他们的正式玄规 怎么样 知道怎么画了吗 小白立刻心领神会 我会了 于是小白熬夜将画作完成了 斯一鸣看着趴在桌上熟睡的小白 一把将人抱了起来 下次再熬夜就打你屁股 不听话的小宅子 斯一鸣轻轻地将小白放在床上 就在退出房间的时候 刚好被灵蛇夫人撞得正着 这不是顾白的房间吗 你竟然还搞夜戏 禽兽 顾白还是个宝宝 斯一鸣揉了揉耳朵 我没有 只是送他回来休息 可灵蛇夫人难以相信 随后给了斯一鸣一样东西 这不是您的毒液 这是我给布白的报酬 要是他被欺负了 就投毒吧 斯一鸣只觉得背脊一流 这毒液不会是为我准备的吧 第二天 太阳都晒屁股 小白才睡醒 刚走到客厅便看到斯一鸣 小白只觉得一阵心虚 昨晚话话忘记时间了 该不会又是斯先生 把我抱回房间的吧 完蛋 要被打屁股了 想着便慢慢后退了回去 想要立刻逃跑 站住 小白赶紧解释 我就是昨晚上很有灵感 就 小白赶紧发誓 我以后不熬夜了 本以为斯一鸣会很生气 可结果却说 熬夜会长不高 斯一鸣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斯先生竟然吓人 真是乐趣味 小白看着斯一鸣的笑容 内心一动 斯先生笑起来可真好看 最终小白完成了玄武图 斯一鸣很是满意 去叫灵蛇夫人来看一下吧 小白点头答应着 可小白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斯先生 这副玄武跟之前的皮修 白虎图是一个系列吧 怎么了 怕这些事有什么用处吗 不知而已 斯一鸣捡了个树枝 在地上解释了钱 神州大帝有一个 自上古时就流传下来的阵法 用来将邪气往两锅里掉 以及将灭顶的天灾拦在外边 在灵气逐渐消退的时代里 阵法的主要正典上 就都必须有属性对应的神兽阵手 镇压邪气的同时也镇压天灾 但神兽们除了做镇压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职责分身法术 所以才找你帮忙 让他们轻松一些 那我算是帮了灵蛇夫人 和玄规先生的小王吗 当然 太好了 我去叫灵蛇夫人 完成了画作 小白也该告别了 灵蛇夫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 好舍不得你哦 以后常来玩 倒是给你做好吃的 还有这个你拿着 带着路上吃 正在长身体的饱啊 不能饿着 小白面对灵蛇夫人的热情 也不好拒绝 那就谢谢灵蛇夫人了 回去的路上 四一鸣便将瓶子 转交给了小白 这瓶毒液是灵蛇夫人 给你的报仇 以后要是遇到了危险 直接砸掉瓶子就行 包括不小心遇上了 邪气亡俩之类的东西 小白看着瓶子 是不是我的本体太弱了 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 小白一下子就黏了 四一鸣赶紧安慰 你现在还没学会使用灵蛇 没关系 等会去带你去问问 山海院住着的 那两个修真人类 看来还有办法 小白很是期待 男人一直把男孩 中井画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便随意想象画了一张 但是小白不知道 为什么画面是这样的 我明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而且我还觉得 这树应该是紫色的 四一鸣看到小白的画作 很是意外 这棵树这么高很奇怪吧 但我又觉得 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你画的没错 那是剑木 我送你的那个皮修 就是剑木雕的 你看它跟你画的颜色 是一样的 可小白不明白 自己从没有见过 剑木的全貌啊 四一鸣向小白解释 你应该见过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 你还没诞生而已 天地灵雾从无形到有形 再到正式难受 都要经过十分漫长的时间 但这段时间都是有记忆的 这让小白不禁疑惑 那我多大了呀 四一鸣回忆了下 布州山万万年前就他了 现在的布州山 已经不是能撑住天的布州山了 而是当年留下来的残骸 踏踏了之后 剑木也跟着被压垮了 那么你少说也有十一岁了 之后的一整天 小白都在琢磨这件事 顾白 你最近是不是长高了 可能吧 毕竟我都十一岁了 神话传说 会知道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地铁站离我住的地平 有些远了 为此小白专门买了一辆小摩托 之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四一鸣见到很是失落 小崽子最近好忙 连句话都说不上 难道是钱不够用吗 于是第二天四一鸣便穿戴整齐 在电梯门口制造偶遇 小白一出门便向四一鸣打招呼 四先生走 四一鸣立马笑开了话 可随后电梯门打开了 是翟良俊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一见面便扑向了小白要饭吃 四一鸣见状很是生气 一把拎起翟良俊 别乱扑人 你又不是狗 我跟小白一直都是这样啊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爱吃醋 四一鸣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 你不是在追黄一鸣吗 成天抱着别人 黄一鸣看到了会怎么想 然而狐狸早就看穿了一切 歉 黄一鸣不会多想 我看会多想的是你吧 话音刚落只见四一鸣轻轻爆起 翟良俊看苗头 好也撕得回房间了 我先回去补觉了 小白回见 说着小白也要告别 可四一鸣一把拉住了小白的手 等一下 你攒多少钱啊 我第一次找你画画的报酬 不是一支补票吗 你不要再继续攒本金了 攒不完吧 直接把现在的本金和证件给我好了 我帮你做 小白不可置信地将证件交给了四一鸣 行了 做你自己的事情去 然后等着发财就好 小白满心细带 躺着看钱飞过来嘛 站着坐着躺着都行 总之不用这么辛苦 小白看出四一鸣这是在关心自己 谢谢四先生 晚上 翟良俊到小白家蹭饭 两人因设计商标的是讨论着 谢志端着碗走向餐桌 可以抬头 就看到阴云密布的四一鸣 还故意把鼠标按得啪啪响 再一回头看到小白跟翟良俊有说有笑 原来如此 谢志不由地叹了口气 难不成你还吃翟良俊的醋啊 胡说八道 翟良俊不是什么正经妖怪 人家翟良俊最近为了黄一鸣的认可 已经正经多了 就等着事业有成揣着戒指求爱订婚了呢 小白也是单纯为朋友接风洗尘 你算什么呢 四一鸣却是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我这是长辈对小辈的正常担忧 真的吗 我还没见过哪个皮修会给别人家的花钱 还亲自帮人家挣钱的 谢志的一句话直接戳中了四一鸣 谢志内心感叹 毕竟是个没动过情的神兽 连自己的心思都搞不清楚 而四一鸣看着小白也陷入了思考 晚饭后翟良俊和谢志告别离开 只有四一鸣舍不得走 你等会有时间吗 四先生有事吗 因为自己就是单纯想跟小白待在一起 四一鸣一时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 想了半天才说 之前说带你去见见那两个人类修士 学习一下以人类思维该怎么控制灵律 小白立刻就答应了 两个小时后小白猜出来 怎么样 小白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勉强算是记住了 接下来就是时间了 四一鸣心疼地看着小白 辛苦了 对了四先生 我明天打算回老家一趟 我以后应该住在这里不走了 所以想把爸爸之前留给我的那些宝贝帮过来 听两位修士讲 那些小玻璃珠和水钻似乎还挺值钱的 四一鸣主动提议 我陪你去吧 看着小白惊讶的表情 四一鸣接口说 我正好去那边有点事情 顺便送你回去 小白开心地答应了 看着小白一脸灿烂 四一鸣眼底尽显温柔 第二天 小白变到了老房子 太久没回来了 都是灰啊 接下来第一件事便是打扫 小白看着桌上的小玻璃珠 爸爸真给我留了好多之前的宝贝啊 此时一阵风吹过 一朵干花瓶露在小白面前 这个是 小白拿起米谷树枝 想起之前和斯先生在一起的画面 不知道斯先生有没有顺利见到猪鸟小姐 什么时候才能来这边跟我会合了 小白望着眼前的落日 好美啊 不如趁这个时间写生吧 当晚的时候 四一鸣抬回来 猪鸟这家伙让我等了一天 才给了这么点素材 一回头便看见了正在花花的小白 总觉得 小白好像长大了一些 模样脱去了志气 身高也抽长许多 之前的衣服似乎都有些短了 四一鸣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画面 我在想什么 当初自己曾说是长辈对小辈的担忧 可现在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个理由了 难不成 我真是个禽兽 皮修终于认清内心 从此开始追漆计划 自从四一鸣脑中闪过那些画面 就一直不敢直面小白 四先生 你很热吗 你的脸好红啊 你自己找点事做 别总看我 小白眼泪汪汪 是我惹四先生生气了吗 小白看见四一鸣的侧脸 于是拿出画本绿码画了起来 四一鸣看着小白的画作 心脏更是旁跳不止 你不是不爱画人物吗 我这些图又不卖 四一鸣忍住笑声 小财迷竟然说不卖话 四先生我想开个展 独立一个妖魔神怪的展听出来 把你们的故事都画上去 镇守神舟这件事真的很伟大 你们该被大家知道 四一鸣看着小白纯真无邪的笑容 觉得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小妖怪 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吧 刚回到公寓 四一鸣便将物品交给了小白 这是猪鸣的血和羽毛 还有他分出来的一丝神念 你非要亲眼见的话 可以用那一丝神念去做几个梦 但你要用的话一定得我在场才行 那您今天有空吗 我想今天就亲眼看看猪鸣 四一鸣一副得逞的样子 可以 今天没什么事 四一鸣看着小白认真的样子 内心十分紧张 最终还是问了出来 顾小白 你有没有什么理想型 理想型吗 我爸爸 四一鸣没想到竟是那个死对头 气得直接掰断了叉子 随后小白拿起了猪鹊血 这是猪鸣的神念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念头的尸体画 主要是特意为了能让你亲眼看见 猪鸣本体的英姿 想看的话 要等到晚上你进入深度睡眠之后 我在旁边守着 以防你被打扰 只是小白若有所思 那四先生你岂不是晚上要睡在这里 是的 而且最好睡在你卧室 班外谢志要是知道四一鸣的做法 一定会大骂他禽兽 傍晚 小白便和四一鸣睡在一处 好像都没有跟爸爸这样同床共诊过呢 下一秒四一鸣便凑了上来 你很像 这个沐浴乳的味道是挺好闻的 小白怕气氛太不表达 赶紧向四一鸣道晚安 四一鸣叹了一口气 晚安 于是便将猪鸟的神面放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小白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醒来了 四一鸣不明白小白怎么这么疲惫 两只大鸟足足在我梦里打了三天 这难道就是猪鸟小姐认为 最能展现他英姿的记忆吗 四一鸣尴尴尬地解释 可能因为正经能打的鸟形神兽不多吧 于是小白决定 先把各个姿态都画一下吧 然后再从其中挑一个戏画 我不打扰你构思了 我先回去了 差点忘了 四先生陪了我一整晚了 小白赶紧追了上去 四先生您回去好好休息 等我画好草稿再拿去给您看 此时翟良君因为肚子饿 准备到小白家吃饭吃 正好看到眼前的画面 四一鸣怎么这么早去顾白家 难道顾白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让我也去尝一尝 突然翟良君的衣领就被拉住了 不想被打的话 最近就别去顾白那里蹭饭 为什么呀 突然远处的对话再次吸引了他们 四先生 猪鸟羽毛温度太高了 在楼上画室绘制的话会损伤我之前的话 那就猪到我家来画吧 我这边都是防火材料 那我去把东西都拿回来 翟良君听到四一鸣的话 这也太狗了吧 这栋公寓谁家不是防火材料啊 四一鸣果然对小白下手了 四一鸣随即一个眼神杀 你以为你在心里骂我我听不到吗 面对老皮羞凶狠的眼神 翟良君立马就怂了 我忽然想起来黄一鸣找我有点事 我先告辞 谢志也没想到 在求偶这件事上 你比狐狸井还狐狸精 我这是夸你的 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小白终于把草刀画完了 可突然闻到楼下像是有什么味道 只见四一鸣此时正拿着一本菜股 第四步 倒入适量的生抽 适量是什么量 四一鸣手抖一股脑倒了很多 完了 又失败了 最终只能让小白吃生菜和三明治了 四一鸣只觉得做菜比跟凶兽打架还难 小白看着四一鸣懊恼恼的样子 觉得很可爱 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怎么了 兔子精搞个农汤堡什么的吧 第二天小白画完画 依旧没有见到四一鸣的身影 还没回来吗 四一鸣临走前 只是说苍老那边出了点事 要出差几天 可小白具体也不知道四先生去哪里了 小白拿出手机 全是关于四一鸣的热搜 但查不到更详细的信息 四先生不在 小白忽然感觉房子空荡荡的 明明爸爸以前也常常不在家 可却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寂寞呢 突然小白的手机响了 是四先生吗 不是四先生啊 顾小白 你的话有人看上了 问你心理价位是多少 是之前送去展览的那副吗 不是还没开展吗 是啊 对方想趁开展之前截胡 我知道你本意是想评价的 所以来问问你的意思 这个富商来头还挺大的 开口闭口都是你一个新人如何如何 我怕直接拒绝的话他会为难你 可这不就是在强买强卖吗 本来因为四一鸣不在 小白的心情就不好 现在还有陌生人的气压 小白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我就不慢 下一秒便刮断了师兄的电话 小白生气的将一瓶牛奶全都喝光了 就在这时四一鸣回来了 小白看到四一鸣瞬间就开心了 因为什么是生气了 没有呢 先吃饭吧 小白看着熟悉的餐食 是兔子家的饭 您不是去M国了吗 怎么有时间 昨晚就忙完了 M国现在都天黑了 不等四一鸣说完话 小白就开始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果然还是兔子家的东西最好吃了 刚才在生什么气 我之前画了几幅白先生那边的草原图 在宋展审核的时候被人看上了 想截胡 不过我说了我不卖了 那是我珍贵的回忆 原本就不打分卖的 截胡的人是谁 师兄说是一个帝都性钱的富商 四一鸣仔细回忆了一下 帝都性钱的 大家都只知道四一鸣没谈过恋爱 没想到老皮修却是个恋爱达人 早上四一鸣出门便碰到了谢指 这么快就抓住富珠了 好手段啊 我可不是苍龙那个没用的家伙 我是说你对顾白 什么手段 温水煮顾白 啥 你说啥 你不是故意的 不是 我干什么了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顾白很不高兴 做事也是心不在焉的 很明显 他已经习惯你在他身边这个事实了 你突然消失 他的情绪很明显的变得低落了 四一鸣这才知道 原来不在的这段时间 小崽子这么想我 你每天往他家跑 带他出去玩 接送他上下班 还让他去你家里画画 你真不是故意的 老皮修明明就是天然的恋爱达人 却还是识口否认 对了 你知道帝都有谁家姓钱吗 钱家 随后谢指便将查到的信息发给了四一鸣 四一鸣立马就拜访了人家 在见到本人后 看出他身上有些灵气 是个修仙的人类 可对方看出四一鸣是皮修立马就逃走了 原来钱家是看上了顾白画上的灵气 只是 已经有人快我一步惩罚他了 四一鸣秀了秀 奇怪 这会气里怎么有股熟悉的气息 四一鸣闻出来这是小白的气息 而此时的小白正在工作室内 高老师向小白吩咐着 这几位大师都跟我比较熟悉 你看看更喜欢哪一位的风格 我把你推荐给他们做弟子 你不是想开个人画展当艺术家吗 我这边只有商业项目也帮不到你 所以想给你找一条更好的路 小白思考着 按照人类的事业规划 能跟着大师学画当然是更好的 可我不是人啊 四一鸣曾说过 继续跟着人类学画不能让自己更精进了 等白子回来 跟着他去学灵化技巧 小白只能推辞了高老师的好意 高老师对不起 我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 你真的想好了吗 四先生说他有老师推荐给我的 四一鸣啊 他的确能给你更好的资源 小白赶忙解释 不是哪个资源更好 我只是已经答应四先生了 所以高老师感慨 挺好的 我们顾白也有人疼了 所以你是答应四一鸣的追求了吗 小白不明白 高老师怎么这么问 还没答应吗 他追了你好久了吧 又是请你出去玩 又是下班来接你 师兄们也跟着附和 我当年追媳妇都没他这么努力 我爸妈都不会对我这么好 顾小白你要是个妹子 早就被他攻略了 小白惊呼 四先生追求我 四一鸣刚回到公寓就碰到了谢子 这么快就从地都回来了 前家自有人收拾 不需要我出手 你确定那晦气是顾白做的 顾白肯定不是故意的 他才学会怎么用灵气 哪有精力整这个 所以是报应吗 还真是被上天偏爱的小妖怪呢 受了点委屈老天爷就替他 幻化出报应承接对付了 上古至今也就玄规受过上天这般眷居 顾白的本体恐怕不简单啊 就在这时 小白也回来了 可小白一看到四一鸣撒腿就跑回了房间 碰了一声将门关了起来 谢子看着这被拒之门外的情景 你对人家做什么不好的事了 谢子你欠揍吗 此时的小白蹲坐在门口 好险 应该没被四先生发现我脸红吧 谈恋爱是不可能的 谈恋爱又没有钱 贫苦财迷人设不能倒 可那是四先生啊 为我好 长得帅 还有钱 小白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好好一个四先生 怎么会追求我呢 因为我会画零画吗 可是白泽先生比我画得更好啊 因为我会做甜点吗 可四先生也不是这么没追求的持货腰吧 突然四一鸣敲响了门 小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用冰箱将门堵住 一把门堵上我也能进去 小白一愣 难不成四一鸣有透视野 既然逃不过只能面对了 随后小白打开了门 四先生 可小白紧张得根本不敢看四一鸣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见小白一直低头不语 四一鸣直接抬起了小白的脸 看着我说话 拒绝沟通的话什么事也解决不了 老师和师兄们都说 您在追求我 四一鸣不打反问 你很反感这件事吗 不是我反感 是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 可小白话还没说完 四一鸣便承认了这件事 我就是在追求你 面对如此直接的 小白脸红得快要爆表了 小白你讨厌我吗 当然不 那就是喜欢我了 谁 谁说不讨厌就是喜欢的 四先生 我看起来那么好忽悠吗 你确实挺好忽悠的 小白看着四一鸣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四先生 你是在等我回答吗 可我好像还没想清楚 四一鸣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喜欢 竟然小白这么紧张 你不要这么紧张 妖怪的寿命长着呢 我的家门钥匙 要去画猪鸣的时候自己进屋去 说着便捋了捋小白的桶了 小白害羞的直接晕倒了 四一鸣看着小白可爱的样子 觉得就像自己的小媳妇一样 老皮修好不容易表白了真心 结果却要和小白被迫分离 小白坐在四一鸣的房间里画画 四先生都离开这么久了 我的脸怎么还这么疼 回神回神 一定是猪鹊血的温度太高了 就在小白刚靠近猪鹊血 衣服就冒了烟 好险 差点把衣服烧着了 这些话剧都是四先生找人专门定制的 能够抵抗猪鸣血颜料的高温 我这身衣服只是普通材料 一靠近就会被灼烧 可我也不能裸着画画呀 于是小白向四一鸣说明了情况 四一鸣告诉小白 衣帽间第三个柜子里都是狭井座的衣服 可以抵御猪鸣的高温 随便挑一件换上 小白摸着特制的衣服 这材质果然不一般 好滑好软啊 可小白穿上去明显长了一截 四先生的腿也太长了吧 穿着霞井座的衣服 真的一点温度都感觉不到了 真神奇 就在这时 爸爸打来的视频 乖仔好久不见 可小白的爸爸立马就发现了什么 你的衣服怎么回事 完蛋了 爸爸和四先生是死对头 如果被他知道我穿四先生的衣服 小白只好谎称是衣服买大了 滔鸣一眼就识破了谎言 霞井的衣服都是定做的 你怎么买大的 小白看不下去了 只能将实话全盘拖出 我再给猪鸟画画 猪鸟血和羽毛温度太高了 我就借用了四先生的衣服 滔鸟立马就火了 四一鸣的衣服 你现在还在他家里吗 滔鸟牙齿咬的哥哥落下 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好似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四一鸣 你个无耻老贼 小白赶紧解释 爸爸 四先生挺好的 还帮我理财 对我也很好 乖仔 四一鸣不是个好东西 你等着 我这就找个手抗捣蛋 炮轰了那家伙 可小白从屏幕里好像看到了什么 那个人突然发话 小石头你从天上下来了呀 小白吓了一跳 爸爸你身后 滔鸟看了一眼身后 这才想起来 忘记跟你说正事了 我抓到白泽了 可白泽想了好久才想起来 你是滔鸟 白泽整理了下一闪 转头问滔鸟 我来这里做什么来着的 是你说要见我乖仔的 我说过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滔鸟面对白泽这七秒钟的记忆 气得枝牙痒痒 小白赶紧安抚 爸爸别生气 手机要捏碎了 白泽一把夺过了手机 小石头你从天上下来了呀 小白不明白 为什么要叫自己小石头 对啊 小石头 你再多坚持一下 等我找到泥巴就好了 于是白泽立马在地上挖了起来 滔铁看着眼前白泽很是无奈 他告诉小白 白泽的记忆一直很混乱 他现在大概又忘记 要见你是干什么 不过他为什么说我是小石头啊 难道我是石头精吗 对啊 你就是补天使啊 小石头你的记性 怎么比我还差 女娲补天的那个补天使吗 可是天没漏啊 因为你本体还在上面呢 小白一边答应着一边挂断了电话 不由地思考了起来 我的本体在天上 那我是什么东西啊 晚上四一鸣回来了 小白颇不及待地告诉他这个消息 四先生四先生 原来我是小泥巴 精炼成的小石头精 什么小泥巴 就是白泽说 就在这时 宽大的衣服从小白的肩上滑落 这一幕看得四一鸣鼻血直流 赶忙找个借口离开 我先去洗个澡 你过来吃饭 吃饭时四一鸣向小白确认 你是说故郎找到白泽了 白泽还说 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补天使 原来如此 能够记得贱物最出模样的 也只有补天使了 当年不周山垮他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不周山倒塌 洪水从天上的窟窿卸下 为了阻止从空洞卸下的大洪水 人母女娲从残存的不周山下 收集五色土 炼尸补天 好不容易才把那个大窟窿给补上 白泽说五彩石背负大功德 所以我才得了天地眷顾生出了灵智 那你下来了 天上的是谁 我本体没有下来 所以我对很多事都没什么记忆 白泽说的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是很明白 你应该是补天使 曾经后生出的灵智 可是我是人形也不是石头啊 一般来说 拥有蹊跷的生灵 可以直接本体化作人形 而你这种花草 树木石头之类的化形 本体还照就是留在园地的 你看老鱼术 它把本体塞进了你的灵画里 但守着化矿电的灵智 也依旧可以维持人形 小白瞬间感觉不明觉厉 白泽还说 他在亚马逊找什么泥巴 说找到了我本体 才能从天上下来 泥巴 大概是在找西阳填链坑 西阳是能够不断生长的泥土 当年补天之后 大地依旧洪水泛滥 滚就偷用了地窑的西阳 来堵塞洪水 那西阳他愿不愿意啊 西阳又没成金 成金的生灵 在这天地间才是自由的 你愿意继续顶着 那个窟窿式情分 是你厚道 跑了不管也没人会怪你 吃饭 小白这才放下心来 可此时思一鸣的心里 很是不安 如果三百年前 白则安排顾朗捡走顾白 那么顾白那时 应该脱离本体化作了人形 之后邪气亡两 就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多了起来 各种灾害频发 神州大阵也开始立有不歹 顾白 你现在帮我修补的 神州大阵的裂缝 很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小白一愣 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去 思一鸣知道 天外天到处是雷杰和邪气亡两 顾白受了多少伤 才逃离那里 可是如果不把缝隙补上 神州大阵只会发生更多的灾难 可思一鸣最终还是问了出来 你愿意回去吗 回去后就再也不能见到我也可以吗